看到的快感 或者就是鑽那個樂趣 然後再講說 其實我看到這兩個關鍵字的時候 就覺得對 可能會從2008年那個開始撈回來 那2008年那個時候其實也是一個 不如現在如此的劍拔目張跟張力疊期 我是說其實一言不合就開殺截類似就是全家鋪戒之類的 那我其實想這樣主持 先提兩個 就是可能是不用一半是問題 一半是想要知道是不是這樣 一個是 當我們在提相在色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跟一半很學術術語化的那個魔法 比如說最簡單的自己是Copy 或者是難一點的Simulation 或者是後現在所講的那個沒有起源的 比如說用拉丁的Simulatum 我們這次其實替換起來也許不一定在真正的概念性都差 但是一旦用了那些有點不一樣了 那你是不是有點刻意 其實完全全一點都不想要做就是類比的不提這幾個字 或者在性能性的研究上 其實講到那個既張揚 但是又充滿著外移的那個 不管是圖也好 在地心也好 其實曾經在LGBTQ模式中 有一個很關鍵字是被翻成露營或是改靠的那個 我也覺得你是故意的講的 對 好 因為我覺得完全不是要上當到那樣子的東西 我要講的就是在現實的生活 生活生活裡面 人們怎麼樣去開創這個字 人們怎麼樣在這個字上面去開拓出新的一些實踐 他完全不需要上到什麼 又是那些什麼 不過某種程度上在台灣的學術建制當中 反過來講就變得是剛好180度轉過來 就是說如果不談這些 反過來 一 他不夠在地 你知道 他變成了台灣學術的在地 二 他不夠容易的讓受眾明白你在講什麼 或者受眾會認為 給我介紹一下台灣的狀態跟無意識好了 就是那個懸殊加正直的無意識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會說 這個就像我曾經在同志裡面教過年名的 什麼叫做是 剛才那幾個字 有既誇張 又浮 又張雅 又帶著一點點就是華麗的妮仿性的時候 他把這個字丟出來大家就覺得說 老師真有學問 可是老師只用土味這兩個字的時候就覺得 那老師可能實在是沒有受過高深的學術斷造 沒有從非金屬變成貴金屬的感覺 其實這個是 我一路聽來覺得 這其實是包括我在那個很多就是學生研究者 大學教授 它其實被匡限在裡面 而某方面來講也是現在會越發 就是進入第二個 我一直在好奇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看某一些模式 如果那個在地指涉的是台灣 只要它是被 講誇張一點 它是被尊榮的 它是被尊榮的方式是無所多的意思的 而且台灣跟某一些既有的 也不那麼真正就是一種文化本質論的台灣 那又不是事為本業 比如一種日化的本質結合在一起 它叫台灣在一起 而且它那些就是被碰到了一種 就是它其實是既富又涯 而且也不誇富 也不圖的地步 那那個去途我也反過來 可能是台灣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它其實也說我有自己的locality 我有自己的就是地面上的考訣 可是那個地面上跟一種嚮往的天際 其實有點像是金面的兩端 它是被接在一起的 所以講白一點 你講的跟現在來聽的 某一些人其實是契合的 某些人可能其實會在想說 那我平常接受到的在地性是什麼呢 那那個什麼可能就變成了一個沒有結論 最好也不要結論 所以其實我想觀眾在高興之餘也會疑惑 因為其實這整個學期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配額 然後在12月、11月、12月的時候 其實包括剛剛那五個講者 就是五個講者就符音了 剛才某老師所講的那個字面上的 其實我不太用diversity的英文字 我覺得又更粗暴一點 就是prolism 其實它只是看似是多的意思 就是英文字的prol 複數 但是是不是很多很多個 你真的可以看到對方 我想 rather不要看到對方比較好得多 所以比如說我們有一個同學 就把那個圖組起來 他看了 我直接想逃避的想說 我不要看到比較好 這大概就叫做是 就是我自己也做了這個 不要看到比較好得多的示範 另外四位講者有按照…我不知道答案叫什麼 想到就講好了 王如璇 那其實有發出一個巨大那種驚惡表情 我猜大家就是比較偏勞璇 那個噁心的傢伙曾經做過就是什麼 就是某一段時間的那個灌打工人 那個債使他罪的 所以我們這個其實如此講究 然後莫哲路上的關鍵字點 你們可能憋到的時候看到的出現 我就沒有講過 intersectionality的 北部唯一的心理研究所 可能就請這樣一個傢伙來的 那第二個可能爭議就不大了 信氏為犯 名為語音的學者 他現在叫做政治家 準政治家 那這個說大家其實可能也抱著一種 就是歡心卻 心情來意見 可能他其實不那麼就是被放在眼裡 那其實如今就是我覺得有點像是 只有我做的在地性 就是說台灣某某程度上就是分為一種 很不一樣的在地性 當然其實不那麼跟著說是那個 台灣自己定義的 實際上他早就沒有什麼真正的incarrent 那個內在性的在地 但是跟著比較就是受歡迎的走的時候 變成一個大家都很嬌寵的對象 那當然還算有一點點稍微想拉鋸一下的時候 前幾年的發言其實並沒有像現在這樣 就是可能每一刻都受到這麼大的矚目 那還有誰呢 可能會忘了 比如說其實就是很講究什麼任何的性別動作 我都感受到就是某種編整或者是處理的一種性別學者 或者想像的那個就是單一化的單極的不平等 這整個模式 那這都包括在這個演講的藍圖裡面 所以其實一 我也很驚訝 我也很驚訝會變成這樣的一個場面 二 就是直到這個講的一 比較夠和我自己都把自己這個專題叫文化研究專題 實際上我覺得既然文化研究其實光是占了他們70年來採取 就包括了這三四個關鍵字 造成沒有必要重複講一個性別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性別研究所要加強性別 好像很怕性別其實被忘記 但是我沒有常常自己鼓舞自己 就是很 你知道臺灣模式的時候 限別無所不在 臺灣其實是亞洲第一之類的這種宣稱 就是自己所有其實感覺比較安慰 很開心的事情 那其實我也比較好 這樣的態度跟老師認為的就是兩樣的模式 比如說現在其實照說他其實是 就是也不在那個真正的中國的建制內 但是中國跟他的關係其實不是那種 就是我一定要把你消瘋到死為止 可能抱著那麼一點愛神談戚或是不必看見 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或者比如說他的其實內部倒是有那麼一點點 可以互相接洽的地方 這第一個跟現在有關的 那第二個 這個是先檔的路南忘記 請 我先回應一下前面我 我太使用了一些熟悉的理論字眼 其實不是我沒有讀過他們 不是我不了解他們 還是我覺得他們不好用 還是用不在我現在想要講的東西上面 相反的有另外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讀書 古傳的時候對於山寨的認知 我看功夫的時候對於山寨的認知 我覺得像這一類型的東西 反而構成了我對於山寨的理解和意識 就是讓我去對山寨的現象有另外一些感覺 所以對我來講 理論的工具就是什麼東西適合用好用的 不太適合 不太用 然後硬要套一個西方的東西上來 我也不覺得它特別給我帶了什麼好處 或者展現了什麼東西 一個理論如果不能夠幫我多揭開來幾層東西 讓我看到那些新的東西 它就不是個好用的東西 我就不會用它 雖然好像用它去講的遊行 或者很有說服力之類的 so but 怎麼沒說服力就沒說服力吧 我喜歡我現在講的這種方式 我就用這種方式去講了 我也不覺得它需要上到什麼樣的理論的層次 才能夠講到人們能夠懂 然後另外的話 至於說中國對於山寨的太多的 或者處理的方式的話 我覺得因為有不同的東西 比方說你會看到有一票人很希望政府大力管制 或者大力的整頓 或者大力的什麼什麼 因為在中國大部分的話 會形成很多不一樣的說法 都在說服中央希望能夠採取某種政策 在這個時候的話 這種論述在就變得很重要 就是你能講什麼東西 能夠說得動中央採取或不採取某一些行動 這也是我比較關切現在的辯論 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它有可能會影響到 後面的政策會往你方向走 就好像我在大陸的時候 我會觀察大陸的女權主義者 對於性騷擾、民主兵、民主兵的說法 因為他們的說法都有可能會影響到 國家政府去做出某一些 每樣反動、很難動搖的政策上的 或者法律上的一些規則 這個東西是我們在台灣 30年的參作成實惠的一個很艱苦的教訓 就是政策方面和法律上面的一些動盪或者變化 其實有的時候比我們意識形態上的戰爭 要來得更斬鯉截鐵 很難動搖 就是過去我們90年代 在我們在打意識形態戰爭的時候 文化研究宏戶內的時候 我們一直覺得我們可能有一些抗拒的力量 我們在意識形態上 在話語上面、在論述上面 是可以打開一些空間 可以放一些新的東西 在我們周圍的文化社會的氛圍裡面 可是當你看到後來逐漸理解到說 你戰場其實不是只是面論 不是只是一個寫寫文章 大家吵架而已 有一些人的操作的方式 是不在意識形態和論述的戰場上跟你打 而是他跑去立法 而當他立法的話 他操作的是完全一套不一樣的邏輯 他訴求的價值觀 也是一套完全我們在意識形態戰場上 可能更不會談的一些東西 他會訴求脆弱、兒童、保護、女性、優柔 這些東西我們一例在意識形態戰場上 希望有人能夠超脫的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卻在政策和法律的領域當中打得很成功 而且他一旦成法 你還很難動他 因為修法本身又是另外一個非常複雜的遊戲 這些東西本來就不是知識人士可以打的仗 那我覺得我們在過去的講述影片當中 則還會看到這樣一個非常非常清楚的 以立法和政策為訴求的大的運動的推力 把所有的從進步到保守的力道 全部結在一起去訴求政府改變法律和政策上面的一些安排 而這樣一個安排的話 形成了目前我在我自己的書中 不斷地講的一種治理的狀態 就是它有一種管理的方式是很難抗拒的 是很難抵抗的 是很難反抗的 那這種狀態出現的話 在台灣的話 因為它已經成群 那我這幾年來比較多在大陸進行這種論述上的提供 也是希望大陸不要再走上跟台灣一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路這樣走了以後 大家都捆在那裡 每個人就在那邊緊張地問你 要是他還是他 或者應該怎樣對待你 要不要冒犯你 政府採取措施或什麼之類的 有另外一些說法能夠讓大家有一些不一樣的 對於山寨的情感反應或者想法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在一年兩年以後的科技的發展 智能手機出現 其實使得山寨這個現象它自動都會消滅到一半 然後再加上小米的低價政策 價廉物美的這個政策 也使得它的profit margin越來越小 它就沒有什麼錢可賺 它也不再走這條路 再加上智能手機信 現在是另外一套操作的邏輯和原則 這個部分我沒有繼續再追下去 那目前山寨要怎麼樣去操作 這我沒辦法回答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些其他的變化 已經使得整個戰局都變了 也因為這樣子 我講這些話題的話 就是希望人們會對另外一些東西有興趣 然後說沒有失去去追山寨 沒有失去去看IT產業的新的一些變化 怎麼樣造成文化上的變化 社會上的變化 這些都是值得大家做的提問 但是我所說的 目的倒不是在說 我做出了什麼成果 而是希望給你們看到我怎麼做 就是我怎麼去shift我看山寨的方式 而放到一個更大的範圍裡面去 去理解它的社會文化意義 它在那短暫的一兩年之間 曾經綻放過的光芒 和它打下來的一些基礎 怎麼樣使得後來中國自由的品牌能夠出現 中國在智能手機上面 能夠有很充足的認知 而能夠創造出來自己的生產 我們可以從怎樣的一個很邊緣的 不入流的 人家瞧不起的 仿旺的位置走到別人都必須羨慕他 用貿易戰來打哪個位置 這個過程是怎麼變的 不要告訴我 只是大家很艱苦很神奇之類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和原因 是值得大家繼續去發掘的 我對於山寨這樣一個短暫心情 大放光芒 然後短暫很快就消失的狀態 我很心疼的 我心疼什麼就是每個多一點時間看的 台灣曾經也有另外一個東西 也是一下子起來很大很大很大 然後突然消滅 沒有一個人願意抵達 就是洪山軍 你們可能有些人可能會記得 因為也是有點早了 2006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以後人會說不還沒出生 很多大學人都會用自己的話來 因為你沒有見過幾百萬人 在台北街頭消滅的那種景象 那個實在是太驚人的景象 而且搞了一兩個月 然後最後消滅以後 現在沒有一個人願意提這個事情 沒有一個洪山軍說 我曾經穿過洪山裏 沒有一個洪山軍曾經講的時候 我免還他的時候 我曾經做過什麼什麼東西 太有意思了 為什麼 為什麼不說 為什麼不拿說 什麼東西使得人們不說 這不是應該值得我們追的問題嗎 這種問題 看不到明顯答案的問題 就是我最有心虛的 我覺得這一定有something 一旦挖出來 一旦能夠解得開的話 我覺得我會在對於社會 對於人們的想法 對於當時社會 在那個時間點的化學效應 應該會有一些很有趣的認知 可以打開你自己的視野 我不是追求真理 是這個酒之族 好 那現在輪到 第二個 竟然都提到洪山軍了 其實跟第二個 漫談和提問有關係 不先談洪山軍 那個就是2006年 我根本連下潮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曾經被說 因為你就像同路人 洪林 我想我跟你結友好了 我說 姓夏明朝的人是誰 那我就真是無知到一種 其實離現在還不 但是人家為什麼會那麼同路? 不夠愛台灣 所以就是 其實我也必須說 愛做我很陌生 我很難學生 我愛什麼 尤其是就是 Atrade的東西 欸 同路人 那那個時候其實 後來又逐漸的 我寫什麼就會被label為 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是不是真的那麼的正剛 也不是 所以那個字體的確有一點 就是我不想當真的都被當真的 滿座山在極力追求的時候 我其實要嘛越像這樣 或者說我華麗的程度超過真的 但是洪山君這個例子 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其實有一個 中文名叫破土 然後英文名叫New Bloom的線上期刊 不是不是期刊 線上就是發表意見的一個平台 他其實不斷地告訴大家 在2007年 有一位學者叫劉宜德 他其實有寫台灣庫爾的相關論文 而當時在台灣庫爾界 就是不斷地去promote紅山君的人 是一個叫紅領的人 這沒有拿到我嚇壞 所以我真的以為我就是 等於說我自己常常在想的 或很值得多元宇宙的一個問題實現了 我跑到了一個其實不是 2007年那個宇宙 我們現在這個宇宙都不一樣 所以我忘記 我在那個宇宙做過 就是我可能跟著趙岡在接納 然後一個個年輕的 還會過去的那個 我根本 也說連看一眼都沒看了 我也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就像說我以為夏朝是一個人民一樣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那個後來的東西跟台灣目前的以後至上 就是也不是上下的上 不是那個位前的上下 就是如果現在要說台灣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 在一個不上不下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要去背名 你有一大把可以背名的對象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就是足夠人道一點 不要講什麼任何定義的足夠人道就可以了 移工可以讓你背名 就是任何剝削可以讓你背名 而各式各樣的就是 它是一種煩情什麼公私那種 什麼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什麼我們這種二指間區 都可以讓你背名 但是台灣還有一個 其實跟這個意識相反的 或者互補的無意識是 那個強大的披靈 就是如果不能背名怎麼辦 尤其又不是第一世界的時候 那就是最毗靈 但是也是對怪物化的巨大的大對體 原諒我們這個精神分析的字 就是它其實實在是太接近你的 你無法忽視它 但是你實在又覺得恨不得 就忘記它 就是對岸 其實我們手上有個學生今天沒有來 他是第一屆正式招求的路生 然後他就流失梗 今天想懷念他一下 接下來就要回來口試了 那其實他其實只是在臉書上 露口面說一句說 其實支持一下就是香港不要再要暴亂了 結果他這樣一天短暴亂了 他用了那個拒絕跟小熊為名 被扯在一起的就是 中南海領導人的照片 然後寫了就是貼了一張 他其實受到世心學的非常強大的抵制 那就是世心學跟微縮的 用台灣那個小而美的狀況 就是說你論土豪比不上對方 你論跨幅比上對方 所有大等都比上對方 但你可以從小的精緻的 那種小小的 然後往內縮的 然後自認自己其實非常反省力 可是說出來的話 其實可能至少不亞於那種 美國最突 然後一輩子都沒有出 那個中西部小鎮的那種 超級3K檔之流的 超級聽別話一點 白人垃圾男 那種詭異的白人垃圾男的話 也在台灣那種最進步的傳播學院 你照著要跟世界的任何一刻 任何一方寸接骨的地方的那個東西很像 而且他用個嘲諷技 真的就是最有派會有的 就是其實有時候其實你覺得對方是富 你就用貧窮來打 你覺得對方其實有發展性的 你就用自己的可憐來打 或是自己的一種就是弱小而有尊嚴的方式來打 我覺得這個其實剛好跟土 就是小鎮所講的土味是反過來的 土味有很多種 但是台灣其實剛好最反感的證明 就是這一種土味 其實當我那位學生讓我感到安慰跟驕傲的一件事 他其實不為所動的時候 對方的急切跟敵意會更加強化 其實當然如果我那位學生其實突然間也急躁起來的話 可能大家就突然間就是很快的就是共同在一起了 就是你跟我沒有什麼差別 那當然如果你其實用一種 再套用一個反正這兩個研究法不一樣 COSMID HARO 你其實根本不知道對方是誰 你到底是誰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你的時候 那其實台灣的急切跟你的小所帶來的 就是慌張感就出現了 這個其實我是想想請小個回應一下 就是說其實台灣不反而有自己的土味 但是土味道現在演化成怎麼樣 從你環境的同在紅山區這樣炸來一線 然後現在沒有人不至於到不敢提 但是提他的時候都是為了要去把某些人 或某一種人打成就是 黑到不能翻身的時候才會去提的 到現在 比如說白山軍會提 比如說每年的就是為了同婚 而做的同志遊行的人數會提 今年的同志遊行就沒有什麼太亮點了 所以說提的反而說 有些人被說衣服穿太少了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種台灣自己本身所形成的 想要去抗衡 也想要去追隨 抗衡的是毗零的 巨大的 追隨的是 可能也很巨大 但是認為其實拓手可計 但是也很遙遠的那個 就是被認定的一個代替的 與絕對化了的文明進程的 那個最高發展階段 所以就這樣 我也知道 我不知道要怎麼去回應 因為我也不太抓得到 你希望我往哪個方向去與你講 我只是覺得 有一些人描述目前台灣的狀態 以及在其他幾個地方都能看到的 米尼曼很強烈的那個氛圍叫做冷戰戰線 也就是說這裡面只有黑白善惡敵國 沒有中間的地帶 任何東西都被扣帽子 也有人用文革 用這個意象來描述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氛圍 就是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兩極化的狀態 在高度政治化 然後高度兩極化 以至於沒有任何的理性討論空間 一切都由那一剎那的情感點燃的爆炸性來斷雨 就結束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極大的悲劇 尤其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那個思念的空間 可是現在是沒有那個思念的空間的 至於 好 那當然 作為知識分子 你當然要去問說 一 它是怎麼形成的 二 它現在到底在扮演什麼樣的 它在形成什麼樣的工廠 它在讓哪一方得什麼樣的力 然後三 你未來要往哪個方向走 三個問題我都不能回答 我也懷疑現在有誰能夠清楚的 能夠講得清楚 因為這個事情還在發展當中 這是我今天講 這個講題一直想要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講得清楚 就是有很多事情它是 在時間當中是很剎那的 它可能長 它可能短 它可能一下子 我們沒有 我們不應該有那一個傲慢說 我在此刻就定它死罪 我在此刻我就決定它是神聖職 它就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什麼什麼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耐心 然後更多的理解 然後說一個我覺得還滿版統的 而可能大家覺得很保守的字 它叫做厚道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在我們的世界當中 逐漸在消失的東西 我今天已經講了兩個我很欣賞的字眼 叫做我希望在你們看到 第一個就是慚愧 人們必須要再重新學會慚愧 重新虛心 重新知道自己不夠 知道自己知道的不夠 然後才有那樣子的慚愧 因為我讀書就這麼開始了 我從我自卑開始 從我知道我自己學問很差開始 你如果覺得你已經都知道正確答案了 那你也是 你的生命也沒啥意義了 下面就是做蓋世太保而已 那我是希望我們重新再去理解 什麼叫慚愧 所以自己能夠看到別人 看到自己的慚愧 而不是覺得自己都是對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到的厚道 即使是別人的慚愧 即使是別人出比 即使是別人什麼什麼什麼 讓你覺得極度的不舒服之類的 你也要必須厚道 你要給人空間 人家欠栽培 人家可以開頭沒有你這麼樣的爽的 沒有你的資源 讓你現在可以在一個離地狀態 人家需要你的厚道 而對我來講 這兩個名詞其實代表的是很基本的做人 這也是我這十年來最喜歡講的兩個 就是我覺得人要從頭開始學會做人 而不是做仲裁者 做法官 做判定正確或錯誤的人 你需要給人時間 你需要給自己空間 給自己時間 做學問必須要從這裡開始 你才不是那種傲慢的知識分子 你覺得你都知道什麼是對的 知識分子先從學心開始 先從慚愧開始 從檢討自己開始 我上來就很不知道怎麼跟你溝通 他常講一些東西 我會說他要到哪裡去 因為我是那個很土味的人 對對對 你會 那我的話就很簡單說 你去跟我講你要幹什麼好了 直接說 我會你知道的 你終於能理解我們上課的辛苦 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但是我也跟你講 你們老師已經改進很多 真的 他改進很多 因為人味比較重 原來是仙氣 你會 有的時候 他似乎很快 會跑 然後他語言又比較厚重 所以 對你來講 我覺得蠻好的挑戰一下 所以人家會說 他在做什麼 也許你從這裡開始是謙虛了 我真的聽不懂 我都會一直解釋 對不對 他主要是沒人敢跟你說 聽不懂 有 我有感覺到你聽不懂 所以我現在在相反覆 可是 這時候可能也講 點就是剛才說的 其實我自己也很難說 我跟這兩個關係有關 你都已經站滿 他都沒講話 可是我是講 點 他們自己先點自己一下 有人已經自己點出來了 就是說慚愧 要往哪裡慚愧 或者是 厚道往你厚道 那個指向就不一樣 當我千花百姬 其實大概一種 用了材料 我已經樸素到農地 然後好好討論一個就是說 知道這麼快的 就把侵害聚焦在就是 一個絕對的 就是像誰是絕對的侵害的人 就是絕對的受害者的時候 通常其實是這 像這種其實最大 就是說 嗯 性別指揮的話 最大是大肥的問題 最難 這其實也無關於我了 無關於我的思路 我想是關於 所以採的位置不一樣 可是以臺灣來講 臺灣採的位置就是這樣 可是我 我也不是在講性別的絕對話 我其實在講 如果你們擔心 因為你們準備完事 如果你們擔心下一代會什麼樣子 你現在就得開始想慚愧 他們一點都沒辦法在你的心裡 因為 我們現在周圍的下一代的人出來 已經完全不知道那個什麼意思 每個人都非常的傲慢 每個人都非常的正正有識 都知道這件答案 你怎麼這樣再去教小孩子 請你們各自表述吧 因為時間也不多了 我當然就再20分鐘給大家 你們要怎麼 這樣隨意 那我不用那個 就是我想要問何老師兩個剛剛段的那個題目 切就是是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我想好奇 第一步想要真問的問題是 第一個是在我們談到 我們談到土味這件事情的關係 它跟政治與民主連結的 我們去如何形容在政治文化上的一種氛圍 比如說 比如說川普的出現 它是不是也代表了另外一個指向的是 它似乎可以 或者是說韓國瑜 它似乎可以讓某一些人聽得懂 或者是說明確的知道說 它想要的東西是某一種可以呈現的 然後那個東西也是在某一個程度上 在政治上面是被知識分子所鄙視的 對我覺得在這個氛圍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想要為老師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 土味跟綁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開始會思考說 我們講的土味以及Dictac Dictac這個東西 為什麼是中國不出現的 為什麼不是 或者說我覺得我自己就是沒有很理解 就是我沒有很了解全世界其他國家在幹嘛 就是好像我們為什麼 也許越南有 也許泰國有 也許中亞有 也許這些可能歐洲也有 但是為什麼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的結論是 中國有 那並且它就是以這個明確的形式被全世界所關注到 是不是跟它背後面的經濟繁榮也有關係 或者說大家的全世界是怎樣的關係 我想問老師說 老師有沒有對土味這個來源跟它的擴張或是連結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問題都是可以繼續再研究下去的 先說後面這個問題吧 因為我覺得後面這個問題的話 因為它牽涉的又比較廣遠 因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從中國出發而擴張到全世界的不見得只有抖鈴而已 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比如像現在的微信所能夠帶動的電商也好 或是這樣的日常生活的功能也好 或者農現金交易的現在的全球擴展也好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從中國出來 所以你要問的那個大問題的話 可能不只抖音而已 而是說中國到底在有什麼樣的一個條件可以讓它在這幾個方面有這麼大的創新 而且這些東西不是政府在做的 而是民間在做 然後慢慢才可以政府覺得說它其實有可行 它有另外一些用處什麼之類的 政府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在理解這個新的科技或新的操作 或整個新的氛圍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沒有一個人能有一個決斷的答應說它的意義何在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就是一個新的現象在出現了 而且它以中國為重要的基地 下一步可能就是再回頭去看說怎麼樣的條件 我沒有做抖音的研究 那這個也許是下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回頭去看 那如果照我剛剛講的現在的研究也好 土味的研究也好 可不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去挖掘相關的資訊去理解 除了它是一個科技方面的整合 平台整合就是需要有很多東西連在一塊 硬體和軟體要在一起的 然後還有就是它有怎麼樣的一個人際網絡的存在 而使得某一些傳播能夠得以可行 這個傳播不單純只是微博而已 有很多還是像現在台灣也開始流行的mine群組 這個群組也是在形成台灣新的一種人際的網絡的運作方式 那在大陸的話抖音和快手 除了它們是一個很高超的科技和平台的結合之外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人際網絡或其他的因素促成它能夠有一個快速的發展 我就很有興趣想要協力告訴我說 危險是怎麼成功做成這個無錢方明白 因為我每次去大陸回來以後就很不習慣台灣 就是每次去掏錢找錢我常常沒有錢 我在大陸玩一個手機門過日子 好欣賞那種操作模式 可是我也還能找到一個真能給我一個答案 就是有很多人會從經濟的或者商業企業的角度 可是我滿希望從我爸的角度去看說 他有一些什麼樣的社會執行 以便他們會有這樣的發展 那我覺得與其說問我有什麼答案 我不如我邀請你們 你們去追啊 你們去理解 你們去了解這樣一個處是怎麼形成 然後你說得很對 可能其他的國家也有這個類似的東西 可能我不知道 那我聽到這個問題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滿高興的 因為我很少聽到台灣人 你除了看西方還能看啥人 看西方敵中共就只有這兩個 就說中東在發生什麼事不知道 中亞、南、東南亞也和東都不太清楚 就我們的眼睛裡面是沒有某些國家的 所以當他提到說其他國家 是不是也有那樣子的生活狀態的時候 我就有興趣了 因為我就覺得 對啊 我們可不可以去看看其他地區在做什麼 就是這種眼界的開貨都是此刻滿需要的 回應的問題是啥 每次講完都會沒有問題 跟政治文化的理由 啊 OK 我覺得此刻在中國大陸用土味的時候 他用的話比較是以庶民為主體的文化創造 他是用這個方式在中國的範圍 那韓國瑜或者川普的政治風格 是不是一種土味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斟酌討論啊 這是知識分子該幹的事啊 我們要怎麼去描述他們的政治風格 我們怎麼樣能夠找到比較準確的方式 能夠描述而又能說得出他的魅力 他的根源、他的影響力 他操作動員的力量 這個是知識分子該做的事啊 我們就應該創造新的一些描述的方式去講 不一定要什麼大的行為 大到那程度 只要能夠很準確的去描述 我覺得是有機會 至於你說最近的是韓國瑜 那韓國瑜是不是就是一種土味呢 我也… 我乍聽之下的時候我會不覺得是 我會有點想要說 對喔 但是因為我太久沒看韓國瑜 但是現在不太清楚韓國瑜在幹啥 我也沒有很準確能夠抓到他的魅力風格那些 我只是偶爾聽到一兩句的時候 我會說啊 矮惡 就直覺地說矮惡 就是怎麼這個好像 就是被我們捨棄了很久的一種說法 現在是韓國瑜正在回來 那我也蠻想知道說 當大家現在回來 在什麼脈絡之內 會產生怎麼樣的效應 會怎麼樣 可是現在都不是書斷影的時候 因為還沒選舉 選舉完了以後的話 可能有另外一些詮釋會出來 結果論會主導你對前面的東西怎麼樣去詮釋 所以別看著我去要求好答案 而是說 他會成立一些很好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會開啟新的思考的空間 讓你去想 我覺得韓國瑜今天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他不是找一群標準答案跟你說 然後你就知道世界上怎麼回事 而是說 每一個東西都可以trigger 會展開一些新的空間 新的想法 新的問題 讓你去問說 他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他 他為什麼可以發生你這樣 他有什麼樣的條件 當你在問這些老伯爵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就是他為什麼會成 為什麼可能成功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就是文化研究的最根本的一條 就是你要去問這件事情為什麼可成 他為什麼成的 當你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就開始要把圈子打開 然後來去理解一個現象 這是文化研究的概念 而不是做判斷 我覺得再講一些比較簡單的句話 Don't be judgmental 你不要去做判斷判斷判斷正確對高低上下 對不對 不要去judgmental 不要去judge 別人去解決 而是去understand 去理解 那個理解不是一個至理常的事情 比如說去理解整個生活的方式 整個生活的環境 然後去在那中間去找到一些 能夠讓你自己的困惑稍微平息的 對 繼續 繼續 那個我想最後一個方法論的問題 就是在文化研究裡面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TikTok 讓我想到就是連結到它應該是自媒體升級 比如說Instagram 像Instagram後來發展出的應該是西方歐美那種炫復的 某種程度上是炫復的 或者是假炫復的 那個讓大家新鮮的文化視窗 那它顯然說後來出現的TikTok是 鄉鎮的 然後進到城市中的這個框架 是一個很明確的部分 那如果 我還沒有要定義 不過我們簡單來去看的話 有一點像是 它如果來源是 國家或是文化上的困惑 我們怎麼該避免在我們做文化研究 或者是我們做文化討論的時候 去避免極端的 靠近民族性 或是靠近在地化 對 偏向的 無法抓好這樣子的框架 我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 對 你有可能會 對 你對一個民族和文化的成見 來做這個判斷 這也就是為什麼做文化研究的時候 一定要去很具體的看它的 context 就是它的那個時空的脈絡 時間空間的這個 dimension 放進去的時候 當你能夠注意到說 它可能是只有這個時候 而不是 如果你覺得是長久如此 永遠如此 那就會本質化 就會傾向於民族性 可是如果你看到的是 當下的那個時刻的 短暫的 稍縱即逝的那些像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避開來那個民族性 當然你還是有可能會走方便的路 中國人就是這個樣子的 因此你還要保留著那個 它不叫做多樣性 我現在你這一天都做多樣性 我覺得很感冒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人要 一上來就講多樣性 我就說拜託 你連這個也都退不下去 你還跟我講多樣性 因為很多時候 你最討厭它的東西 就在你面前 你就把它踩死 然後在這邊講多樣性 你就先把你不能接受的那一個 展開在你面前這樣 我只能說你就是不斷的退 不斷的打開來 退開來 我今天有講說 我說要用不同的脈絡去看它 像TikTok 你把它拉到了文明化 拉到了地人政治以後 它就不是你想像的 這麼簡單的 只是一個粗比的東西 儘管生產的人可能沒有想那麼遠 但是你要把它放在一個大脈絡裡面 就看到它有不同的意義 它有不同的效應 它可能會產生另外一些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 TikTok跑到美國文化裡面 是都走一旋復呢 還是反旋復呢 還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那這個東西 在那個文化裡面 產生什麼效應 我們也不太清楚 所以不值得此刻的歡心鼓舞 或悲慘哀看 有時候要看 Pick a time 你需要時間去觀察它 因為你自己看也可能是看著你眼而已 你要需要時間去搜尋它 去仔細的看 同時也給它時間 看它在時間中是怎麼樣的變化 很多東西有的時候 這一秒鐘你看的時候是這樣 隔了兩年 那現象沒有的時候 我就怕就怕 我寫了一篇山下的文章 沒有人要看 因為每天都會說過錢 那就是對不對 對我來講它有很重要的知識大吉 可是人們會覺得說 心想過了 就不用寫了 這就不容易知道了 這也滿遺憾的 因為我覺得 不管它過也沒過的話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 intellectual effort 它是一個 intellectually對你來講 可能會有刺激 有激發的可能性 因此 我還是沒有跟你很好的答案 但是我覺得 你能問這些問題的話 腦筋是在動的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 那不是漸漸扯到我嗎 尤其它是我的得意 不是嗎 你是不是什麼 好吧 好啦 可是我想說 一件 就是 就在你想握過 我不知道 我們讀錯了 有些文化現象是被欣賞的 但是有些文化的底層 甚至一些西北海峽的 比如說 其實是可能 如果我其實是自己做過多的連結 就要守這些人 我認識一些 就是資深他們 想要跟我做連結的香港的 武漢自身 政府主義者 或者是就是欽 目前叫做 抗 反送中 反抗 接著反抗 那個中國大隊伍的一個狀態 他們就會一直逼問我 所以我覺得小和服不能有答案 但我也沒有 就是換位子說 其實他在文化上自己的 自己不但欣賞 也認同是中國人 但是不欣賞 已經不認同是這個政治體積 也就是最 可是他是最外跟最大 但是也是最內跟最抵合的 就是用雙軌互相支撐出來的東西 他是不是跟我講 甚至也不重要 就是就像你說 我問他是不是有一種變性的 肌肉的象徵 可能都不重要 但是最重要很多 他們通常這樣撕的叫淺黃撕 然後會不會說 我非常樂意承認 我是Cultural的傳統 但是這個 跟行動是兩把事 我覺得你的認同 你的位置 你相信什麼 你接受什麼 可是當你採取行動的時候 我們就認後果 對 所以我才說實際上 這個習慣的去政治的話 就像你說的 其實拿後果放在不想看到的地方 或者說可以先 不論what you have done always consequences 那 consequences 變成這個架空的東西 或者拒絕說 我們作為任何事情 都對你自己存在 或者說實際上可以退幾步想說 其實你甚至不需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可能也得想 這些行動到底會造成哪一些可能效果的後果 但是當我講這些話的時候 實際上 包括 就是最 你知道 最 最開放的 都會來告訴我 就是 那個吃不下去的點 就在於 就是 我被平常 我用這種看是不是 反省的方式 來為中共找到 實際上這句話 如果是展覽退市的文化 我覺得跟舊冷戰不太一樣 因為舊冷戰不太一樣 舊冷戰是說 喔 重新演這麼資本主義的東西 我們其實這些 比如說蘇東 其實他們超級乾淨的 還具的 欸 你知道嗎 你又可以寫下一個節目 我已經想從這個領域逃 你對新的冷戰的重新的 請問我當怪物的領 我還沒有寫已經被點名 是我早就寫過 但是我寫過好了 我已經被兩個 一個就是清新的清秀 一個是 以我更得高望重的學者店名 我已經早就針對香港的 心狠戰狀況寫了文章 我都不知道發展哪裡 然後大家都說 我已經寫完了 然後是考一波齊敏說 我們都寫過文章了 所以你一個 沒有寫過文章的方式來說 我們寫過文章 以自己來罵這兩個人了 有寫嗎 真的是沒寫 如果用文章的話 我也知道遲熱 我實在沒有辦法把範圍擴增到這麼 就是廣闊的一個 如果定義是叫做一個具體的 有字數下限的 然後發出來某一個比較公開的地方 還沒寫 但是我已經寫了 那個時差就已經變得很遠 你講什麼過程 那唐富塔那些廣講說也就是臉書的長度 所以你又看了這種話不再驗證 就是有一些文章寫 譬如說三句話 海底撈、什麼什麼 那就是一篇文章 那或者是到這種 極短片 我寫得比較長多了 所以我比卡克子的是不是 可是我的議題其實我覺得還是想起來 可以想回應一下就是文化的被欣賞 甚至包括願意放下深淵去欣賞 就是說跨古低俗的中國的 你鋪起來弄這個字 用生物多樣性 就是生物跟武器夾起來多樣性 但是卻害怕那個政治底盒 我覺得這才是文化研究的 文化的政治研究之類的重點 我換一個面向來談這件事 2010年我參加同志大遊行 那一年也是立新第一次參加同志大遊行 而且在遊行以前就一直說支持同志認同 支持同志的身份之類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們去看在網路上面 我那一年講的話 我會很明確地去說 我說明了說其實目前這一些團體 包括從內心開始的 這些保守團體都會接受你們同志的身份 都會接受你們同志的認同 但是不會接受你的信 但是認同志又是啥呀 沒有 我就舉這個例子 告訴你說 他不單單說是 不單單說是什麼 接受文化 不接受政治運河 他也接受 深圳還認同這個沒有 consequence 就是你我說我是同志那怎樣 但是只要你沒有那個信就可以啦 那所以就是真正的那個 Hardcore這個東西都不一樣 但是你每個人都在那邊說 我是同志 我愛你 你愛我 他有什麼問題呢 他可以接受啊 OK 這同樣的一個趨勢和一個選擇 所以這也不是什麼事情 非常清楚 而且這也不是很現實的 但是我 因為大家太想走這樣 我最多覺得我再給大家十分 然後我們講話 通常就去定了 站著談個關係 我都沒講 可是你們有趕快 你們可以搶賣啦 就是通常最後都才爆出來 可是我跟嘉賓要走 我講我講 好 其實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到那個就是時空的問題 然後之所以大家會那麼聯繫到 比如說川普或者韓國瑜 政治風格的這件事情 其實之前有提到就是 他所謂推特制服的這件事情 但我之所以想說推特制服 是因為比方說那些土味文化的 文字之類的東西 他其實時間都是非常短的 你就下班的時候 在坐地鐵的時候刷過去川普 包括大家刷微博也是150個字 就刷完了 然後看川普的 就是或者韓國瑜的政治發言也是 大家不會去把靠毛老師的東西也是 就是關注他來同學的 就是看到非常不爽的那一群人也是 抓到那個標題 我就看到我想要的那個關鍵詞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刷抖音也是一樣 就這樣刷刷刷刷過去 所以我就想說可能這一種 因為我剛剛說不喜歡就是講多元這個詞 但其實不是多元 其實是一些很爆炸的信息 然後出現在你的身邊周圍的時候 大家會很過分的去看 也不是過分吧 就是傾向於找這種很方便的 我就看十幾秒 我就看幾個字 我就可以找到你的立場 然後可能是有這樣的情況在 使得不管是川普也好 韓國瑜也好 狗音也好 這些東西 變子在大雅的生活 就是我剛剛想到的時間 就是時間很短 東西很快 這些事情 然後第二個我想要講空間 是因為土味這個東西 為什麼流行起來 我肯定我是中國人 然後有一個點就是其實城鄉差距 是一個非常就是 可能近幾年它很多人在關注 可是大家不會把它跟土味文化 流行文化聯繫在一起 大家可能談得比較多是經濟 但是我覺得這種城市 跟鄉村的非常兩極的 因為其實不是經濟上的兩極 因為現在你也看到很多農村 它發展的也經濟 經濟發展的也很好 可是比方說像上海 廣州、北京 它會標榜自己 是一種高檔的文化的聚集點 那麼這些鄉村 都不要說是一線二線城市 也就是鄉村 那抖音的這些拍攝的地點 他們被歸到一個低檔的文化 明明 而且包括我覺得跟城市 都有一個就是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不管是譬如說農民工也好 或者說從農村到大城市的小鎮青年也好 就拿我自己來舉例子來說 就是我的家鄉也不是一個 就是很發達的城市 但是你一旦到達了一個就是 大家所說的很發達 比如說上海這樣的地方的話 那就會出現一個落差是非常大的 但是大家要倒回去去找 呃 屬於我的東西 或者我屬於的地方 然後 或者說我消費不起這裡的東西 我只能倒回去消費 一些被人家認為很低檔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大家 拼多多的心情 啊 對 拼多多的心情 對 要考慮到的一個 那講這麼多是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 中國學生的身份有一個很好笑的東西 就是說 呃 呃 最近有一個情況 就是陸生是第一年嘛 是住在深坑的 其實他有一個地緣上的我會覺得問題 就是說他把這些陸生去 那個集合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上課又跟台灣的學生一起上課 那會有一個問題 我一方面可能沒有辦法 呃 很深刻的很深刻的體會到就是 呃 台灣的學生當然不入所言 但是有一個虛勢就是對中國的格局 我不要談你 或者我談你 剛剛好像我說的 只看到中共或者西方 我看到中共 我我談中國我只跟你談中共 我不跟你談其他的東西 或者說 我一切都要歸咎到中共 我不跟你談其他的源頭 然後呢 呃 回到我所住的這個 忽且忽然宿舍的地方 我昨天剛剛好跟我的室友在講一個東西 那他非常誤正言 除了說台灣學生就是沒 不讀歷史 沒有歷史感 他就是這麼跟我說的 那你要跟他對話 變得一個很困難的一點 就是說 確實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 然後你要跟他後面說 就是他是不會去聽你的 那變成這種格局是兩方面的 就是互相不想看到對方那一種感覺 然後我個人的覺得是就是聽 嗯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種感覺吧 對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我們面對的問題 可能比這個還更大一些 然後說 你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什麼 Twitter的世界 Instagram的世界 然後整個短視頻的世界 我們正在面對一些 讓我們原來的歸屬感 分崩離析的社會實踐方式吧 就是說 比方說小眾 或者很簡單一件事嘛 從前我們家只有一台電視 所以全家坐在客廳裡看電視 現在的話沒有人在一起看電視 個人在個人的方式上面看 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什麼什麼也好 在這樣子的物質條件之下的時候 家的感覺正在質疑 就是什麼才叫做家 那你要以什麼方式去構築那個家的凝聚感 也正在改變當中 我們要怎麼去抵抗它 或者改變它 或者順潮流往哪個方向去 正好像這些新的IT科技所創造的聚集方式也好 分散方式也好 兩極化方式也好 我們正在面對這樣一個變化很大的世界 我沒有任何答案 但是我有的時候會很擔心 我的擔心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像我們這樣的世界 香港也好 台灣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我們基本上很多時候 我們所接受的影響 我們是受眾方 就是西方的電影 西方的精神 西方的流行文化 西方的價值 西方的政治的宣傳 什麼什麼之類 我們是受眾方 而作為受眾方的話 它很重要的一個結果 或者效應就是內部的分裂 我覺得以後我們看西方進來的東西的時候 要回出去看這樣的東西的進來 是形成我們內部內鬨 內部的撕裂 還是它真的提升了整體的一個生活的狀態 人們的精神狀態 或者我們生活的狀態 還是說 也許有一些價值 其實是創造不和平等 不和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講 我們過去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平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而且是一個無可變薄的價值 平等 那就應該平等吧 可是在中國的家庭裡面 在親愛的關係裡面 平等到底要怎麼樣去落實在生活裡面 那個平等到底意味著我們兩個 是什麼樣的狀態下共處 是大家每天精精的計算 盤算著你吃多點我吃少點 做多點你做少點還是怎麼樣 就是當平等這個理念 我剛剛前面我有講到 universal跟particular的區別 就像這樣 一個理念可能是美好的 平等 可是它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的時候 會應該是什麼狀態 會要被實踐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要能強化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這個都還需要大家去商量的 比方說今天我們談那個90年代 在台灣的婦女團隊最喜歡做的就是 算家事分工 算算算算 女人做了多少多少 男人做了多少技巧 學生類的 就是說把那個數學算成那個樣子 我有時候也覺得 人與人之間是不是只是斤斤計較呢 是不是只有這樣子的作為一個原則 就是要盤算要算要算算 才能夠達到那個平等的理念 還是說平等只是一個可參考 可仰望的理念 而在我們實踐當中 不是要求數字上一樣的平等 而是某一種體量 就是在家裡面 我不是跟你去資金計較算 說你做多少我做多少 而是我能看得到你今天需要我多這一點 那也許你能夠相互的也對我 那這裡又講到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事 就是neutral 就是相互 所以這個東西像我前面講的這種 厚道也好 耐心也好 什麼這些 都還需要相互 那下面問題就來了 那我們所接受的某一些股市價值 是促進了相互呢 還是不促進相互呢 他會不會在本地創造一堆離地的人 以至於無法凝聚成一個共同體 你把它講得很陰謀 你就會說 其實西方國家在各地所做的很多的股市價值的推廣 是創造撕裂 是讓一個國家沒有辦法凝聚的 是讓一個國家沒有辦法有一個統一的認同的 你也可以這麼去想 那這都值得我們去思考 回到你剛剛問的問題 你現在已經指出來了 我們周圍的文化變遷當中 出現了很多很多的 可能在產生效應的東西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籠統地說它到底怎樣 好 那我們再回過來同時看 在中國大陸目前也出現很大的 傳統文化的復興的節目 例如詩詞 例如漢服 例如傳統的一些文化的傳承 這個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可能的抵抗 你可能可以說 哎呀 這是政府做的 那誰說政府做的一定就是爛事兒嘛 政府難道不能做一點好事嗎 對於政府的全然無信任 本身也是西方理論過去這幾十年來 批判理論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點 就是State就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過去的這幾十年的西方的理論的話 基本上是A-State就是 不要相信政府 可是問題是在美國政府很大呀 它現在只是告訴你說第三世界的國家 你們不要相信政府啊 那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所以這裡面的話 也有一些些可能的政治效益 好 拉哩拉扎說了這一些 其實是告訴你說 這世界上此刻在發生的事情 不是只有這一群在破壞社會年節度的事 它也有另外一些在試圖重建 這個社會年節度的事情 下面就變成了 你要去支持哪一些事情 你覺得哪一些事情比較重要 哪一些事情還可以往另外一些方向去發展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一個發展的可疑性 然後我們要往哪邊去 而不是說 我坐在這裡說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這個有惡國 這個有什麼什麼 就結束了 我們都是Agent 我們都是參與在這個中間的 今天我講了這麼多電視節目 你們搞不好就去過看了一些節目 你們可能就對於大陸文化 大陸的通俗文化裡面的一些發展 有一些認知 對我來講 這就是一個好事 就是促進了你對對方的理解多一些 那我覺得這個 也就是我講這些題目的誤明 但是另外一方面 當然我也告訴你說 我有時候講這些題目的時候 我也會有一點小小的虛心 或者心虛 因為畢竟我不是活在大陸的 不是從小的大陸成長的 所以對於大陸的一些現象的分析 我也只能說是在我的知識範圍之內的分析 他今天我講山寨講土味也好 我希望貢獻是從我的角度 我的理論背景所出來的一些可能的說法 那是不是還有幾樣說法 當然有可能 那我也歡迎大家寫啊 就是大家以文來論有 你有什麼想法就繼續再說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解決 我們此刻所看到的這些 無限的 非常多的各種各樣在發生的一些現象 但是我們只能選一些我們覺得 會對於穩定和凝聚 安居樂業有用的事情 畢竟這不是人生的最基本的東西嗎 絕大多數人的東西 知識分子可能有一些什麼很wild 那種dreams 那你們就去吧 但是對絕大多數人民來講的話 還是要安居樂業的 我也很關心三個問題 我也很關心農村林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時間的 我已經很驚訝的看到中國大陸的 這麼大的一些轉變 我也對這個轉變很有興趣就是他怎麼做的證明 一個政府是怎麼樣治理他可以做得出這麼多的事情 能夠在幾十年之內 讓整個國家脫胎換骨 而我們這邊好像還有一大堆停住 我也對這個事情很有興趣 我也充滿了好奇心 但我們就一起好奇吧 我們一起去思考 一起去多認識我們 我們很有限啦 但是我們認識的世界很大 所以我們就多認識一點 也算一點 不要太靠到目的目的 好啦 時間真的早就早過了 不知道要帶人去吃飯 隨意說這個叫問卷的東西 那個交到這裡 請大家像小學生一樣 快快就放在這裡 對 作業集團 那我覺得就應該很多人有甜吧 不點人等於就是來擺錶的 糟糕 被弄怎麼去了 就是趕快幫我點一下 表示這個歌很受歡迎 表示我做了一個大業界 說是最後一句 這個歌曲 我們會想說